今天还有一项调查也很令人吃惊 就是ETC电子收费系统 竟然成为了不法分子拿来逃费的温床 高工局统计发现 ETC开通五年多以来 每脚过路费的案件竟然超过了40万件左右 而没有补缴的件数大约是两成三 还有一半的违规车辆竟然都是无效车牌 不需停车 只要装了OBU车上机 就可以快速扣款通过国道收费站 原本是方便驾驶人能更顺畅快速的通过收费站 国道才会设置两到三道ETC电子收费 但没想到这样的方便 反而成了不法分子逃费的温床 根据高工局的统计 ETC电子收费系统开通五年多来 就已经累计逃费案件超过40万件 逃费的情况的话 主要都是在有一些是尾电造车牌的 还有一些注销车牌的部分这样子 那或者是说有一些 等于就是说他这个查误彻底资料这样子 所以大致上从他的策牌上都是一个违规的状态 事实上ETC逃费案件在97年达到高峰 一年的逃费案件就超过10万件 高工局在97年实施预期未缴费与罚款者 移送强制执行策略后 98年已经下降到10万件以下 去年全年也只剩约6万多件 目前根据高工局的影像车牌追缴 至少已经锁定200到300万辆车 而未来高工局也会持续追查欠费的车辆 虽然高工局从去年起配合警方实施拦减措施 不过学者认为这只是短期的贺阻 学者还是希望政府能够尽快推动国道全面ETC 在车辆进入收费站前或下交流道就能锁定逃费的车辆 并直接拦下有效取缔 记者为林国黄特会报道